第三大题 利用柱面坐标的三重积分 求曲面Z等于4-X平方-Y平方 和平面Z等于0所围出来的区域的体积 我们把这个区域的图形画出来 Z等于4-X平方-Y平方 是开口朝下的泡物面 Z等于0是XY平面 这个泡物面跟XY平面相交的部分是一个圆 这个圆以圆点为圆心半径等于2 我们把这个区域用柱面坐标来表示 那变数Z的范围是由XY平面到这个泡物面 同样的我们把这个泡物面的方程式转换成柱面坐标 也就是Z等于4-R平方 所以变数Z的范围是0-4-R平方 底面这个圆半径是2 所以R大于等于0小于等于2 θ的范围是0-2π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区域的体积求出来 那求这个区域的体积 利用柱面坐标 在G上做重积分 因为变数Z受到变数R的限制 所以我们先对变数Z积分 再对R积分 最后对θ积分 第一个积分变数是Z R是常数 我们可以把常数提到积分前面 那R提出去之后被积分函数是1 E积分等于Z Z的下限是0 上限是4-R平方 将上下限分别带进来 相减等于4-R平方 乘上这一个系数Z 接下来积分变数是Z 接下来积分变数是R 我们把被积分函数展开 R乘以4减掉R乘以R平方 积分等于2R平方 减1四分之1R四次方 R的范围是0到2 外面是对θ的积分 将上限2带进来 2乘以4等于8 2的四次方再乘以四分之1等于4 8减4等于4 下限0带进来 两项都等于0 所以这个值等于4 接下来积分变数是θ 积分等于4θ θ的范围是0到2π 上下限分别带进来相减 答案等于8π 2 w0 感谢观看